大家好,我是贝达达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些干货 怎么样去创作有自己风格的旅行建筑水彩 那之前我开过一期网课 有很多同学都跟着我一起学习 那这期视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之前的一个成果 课程结束的时候呢 将班里的优秀作品做了一个礼物 我送给他们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丝巾 那这里是有我的贝达达的logo 按照他们风格和配色的不同 做了两个不同风格的丝巾 一个颜色是比较沉稳大气的 另外一个颜色是梦幻童话的 当然要在一整条丝巾上去拼凑出十几二十个同学的作品 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只能取他们作品的一部分 这个是一个同学的作品 慢慢移上来呢 这个是另外一同学的圣索菲亚大教堂 慢慢移上来呢 这个是罗马斗树场 一个乱线作品 我觉得也是很有自己的风格 慢慢移上来呢 这是一个故宫的一角 它专门特写了这个雕塑的部分 那再移上来呢 这个是我的作品 就是西班牙的那个教堂 因为这是老师和同学一起做的款 现在转过来 这个是巴特罗之家 从这个骷髅的这个窗户能看出来 这个是查理大桥 再往下 就是这个是一个东南亚建筑 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是一尊佛像的侧面 这个也是只能取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的漂亮了 另一个是这种梦幻风格的了 那这里你看到的这个角 它只是一些花对吗 其实它的原作是画的花丛里面的城堡 但它虽然城堡是主角 但是离得太远 所以采用了它的这个花 而且它的这个花跟我的这个城堡是蛮搭的 所以我把它们搭到一起 就是创作出了一个新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一个同学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吧 这个同学作品非常的细腻 那这是一个中式建筑 画的是红树林里面的一些六角建筑 那我们反过来再看 这是一个日式的建筑 这个也是非常充满童贞的一幅画啊 画的是那个巴特罗之家 因为知道这个建筑背景的都知道 它是以这个变色龙为原型做的这个建筑呀 所以它把这个变色龙的形象融入了进去 那这个是巴黎圣母院 它用了这种留白和缺失的这种方法来画 还有这个教堂它也是画的非常的梦幻 看了这些作品大家喜欢这两款丝巾吗 那我们就做一个抽奖吧 大家可以踊跃在下方留言 三天后我会做一个随机的抽奖 抽出十位粉丝把这个丝巾送给你们哦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网络上有很多水彩画的作者 他们在网上去分享自己旅行途中的一些插画 其实大部分都是水彩速写 就很多人分不清水彩和水彩速写的一个差别 那水彩是一个大类 就是说它是用水彩颜料去画的 但是都用水彩颜料 我们根据画的复杂程度所花费的时间不同 那么我们会画出写实程度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看都是画这个大教堂吧 那写实水彩呢 就是它几乎把看到的形象 一五一十的描绘了出来 包括所有的细节 水彩速写呢 它就是用很快速的方法 它可能会省略掉很多东西 比如省略掉它的背景 省略掉一些它认为不必要的 那写意水彩呢 就会加入更多的艺术元素进去 比如说什么泼墨啊 撒盐啊 流淌啊 各种各样属于水彩的特殊效果 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两种后者 就是水彩速写和写意水彩 其实西方的水彩速写和我们的写意国画 也是有共同点的 就很多人以为国画就是右边的这种嘛 泼墨的看起来很洒脱的 寥寥几笔就去勾画了 其实这个不是国画 这个叫写意国画 其实国画就是我们的中国画啊 其实中国画跟西方的话是一样的 都是能够根据你的这种写意的程度 它有不同的名称 比如说公笔画 它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很工整很细致 像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一幅图 它就非常的工整 包括它的透视什么的都是非常严谨的 然后人物也是画的非常的具体 非常的形象 公笔画就像白画文一样 它看到了什么 它就把它全部都画出来 而写意画呢 就像古诗词一样 它是很精简 很艺术化的去描述一个画面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 就是这种破笔破墨 寥寥数笔 就把这个人物给勾勒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你觉得 有一些破墨的水彩 看起来就跟我们的中国画 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你可以去我的私教课程里面 去学习更多 那从那边我是非常详细的 跟大家讲解了水彩速写的要点 还有创作方式 一幅好的水彩速写 绝不只是在色彩上面是美的 它一定要满足三大要素 就是它的构图 明暗 色彩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水彩速写 那借用之前两个粉丝的一幅画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区别 一个不懂画里的 它画出来的就像左边这样 是画出来非常平面 好像小孩子的一个作品 而右边它在这个 所描绘物体的结构 立体感 明暗 包括颜色的协调性上面 它都是有基础的 所以它能描绘出 更加高级的一个画面 那在课程开始的时候 我首先跟大家讲解了 构图的重要性 比如说中央构图法 我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些 我研究过的一些 很厉害的画家的作品 那这些作者的名字你们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比如说黄金比例构图法 我也有详细的分享一下 大自然中或者是很多有名的雕塑建筑 还有电影 它们是怎么样去运用这种黄金比例 让画面看起来更协调的 又比如说三分法 大家知道我们苹果相机拍照的时候 它有个功能可以把这个九宫格给调出来 然后你的主角在九宫格中间四个点的任何一个位置呢 它都会是一个不会出错的画面布局 像这样的构图法 一个韩国的插画师他经常使用 他的画眼基本上都是在这四个点的位置 所以他的画面看起来有一种不均衡而且流动的美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构图方式 比如说对角线构图啊 还有前景构图 你们看到我的作品里面 其实都能看到各种构图的应用方式 那你在考虑构图的时候 要体会这栋建筑给你的感受 比如说它是一个单独的一整栋庞大的建筑 而且它的风格是威严而庄重的 那你就可以用到这种中央构图 比如说教堂啊故宫这样子独立的一栋建筑 那比如说是场景大一点的 它有好多栋建筑在一起的 好像威尼斯啊或者是这种大的场景 主要的两栋呢 你恰好给它放在黄金分割点上 也就是九宫阁的中间四个点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构图 还有当你要表现一种不均衡的美的时候 这个当然是个罗马斗手厂 不是比萨斜塔 比如说你画的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是斜的对吗 所以你可以把比萨斜塔放在它的对角线上 去表现它那种不均衡感和动感的 那比如说你看啊 同样是画故宫 有些时候你也可以画它的侧面 因为侧面有一种对话和讲述的感觉 就好像它讲述它过往的历史一样 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去找这个建筑它美的各种的角度 你想好了构图之后你就要画这个主角对吧 这里就要考到你的造型功底 你要抓住这个建筑的气质 它比如说这种哥特式的教堂高耸路语 你这种尖尖的 那你就要画出那种尖锐的感觉 而右边的这种故宫 它四平八稳庄重的感觉 你也要给它画出来对吧 还有就是一些比较老旧的建筑 你要画出老旧的感觉 你的线条它一定不能是特别干净特别直的 那这个是我在第一节课给大家演示的一个罗马斗树场的一个作品 就是一个很写意很快速的速写 同样也有很多学员的优秀作品给大家欣赏一下 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因为那是第一节课嘛 所以我提醒他们用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水彩技巧 然后自己去发挥 就是然后这里都是他们自己绞尽脑汁去想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格的 比如说有的用到了泼墨啊 晕染啊 有的用到了就是一些色块的一些组合 有的用到了我课上讲的这种留白和残缺的一种画法 有的用到了对角线的构图 都非常的棒 第二节课我主要是讲解那些 一说到画画它就不知如何下笔 也从何开始的那种同学 所以按照一个公式化的步骤就可以了呀 我们先要想这个东西构图 你要如何放放在哪里 然后要去想它的造型 你怎么样把一个物体的造型画得很精准 就比如说用到一些打格子 或者是比例缩放的一些方法 然后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物体从单纯的勾线的线稿 然后加入明暗 然后最后加入色彩 一步一步怎么样去画这个 当时课程也是演示了另外一种画法 就是没有勾线的版本的一个画法 就比较泼墨比较随意一些 这两种大家是能看出来的 这个是比较拘谨的比较保险的一种画法 也是比较简单的 而右边这种呢是有更多的随意性 那作业就没有要求大家跟我画一样的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哥特式建筑 说上来的作业也是非常的棒 确实有一些很完美主义的作品 我就没有提出来讲了 其实这节课的重点 我是让他们学会做减法 就是我告诉他们 这栋建筑你认为它最美的地方 最美的细节是哪一些地方 你把这些细节刻画好 那剩下其他地方你就给它做减法 过目不忘的一些作品 就是他们有这种用薄纱一般 朦朦朦朦遮在前面 或者是它只突出了这种重点部分 其他部分做了这种雾画一样的省略 还有就是这种比如说 它的颜色也做得很漂亮 但是它省略的部分呢 它又加了一点艺术效果 比如说这种喷溅的效果 还有比较直白的 它不是画了整栋建筑 而是它就直接就放大了那个部分来画 也有这种直接就是留白的 也有用这种烟雾的 所以而且这几个都是剪法 做得非常漂亮的作品 真的是每一期都有很多作品 但是只是到最后呢 我们每一个作品只能选出一到两个同学来 第三节课我就画了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 而且是用了三种不同的配色和画的方式 来给大家演示的 那前面两节课都已经讲过了怎么样构图和造型嘛 所以这节课主要是跟大家讲的是色彩搭配 比如说很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了 什么叫色彩的三要素 不同的配色方案会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给大家讲解了什么叫三元色 尖色 负色 那我们知道就是建筑它有它的固有色 也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自己去做色彩搭配 对不对 那需要自己做色彩搭配的时候要怎么去搭配呢 比如说这样子的单色搭配 或者相近色搭配 对比色搭配 壮色搭配 红配绿 黄配紫 蓝配橙 这些如果没有配好的话就会非常的土 非常的不协调 还有在调色的时候怎么样去控制你的画面 让你的画面干净 不会说发脏发灰呢 还有莫兰迪配色怎么做 那这节课给大家演示的呢 就是这个 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作品 最后鼓励大家都要有自己的配色风格 比如说这种就是配色非常的协调的一个案例 又比如说 他们有自己的单色配色的风格 比如说有这种 有配这种薄荷绿的 有配这种紫红的 然后也有走成纹路线的 它把颜色怎么样去配的很古朴 很有历史的感觉 而且很多同学还用到了我第一节课构图讲的前景构图的方法 也是画出来很多漂亮的作品 还有这个同学 类似风子凯的风格 真的是非常的棒 明亮的配色 还有这种幽暗的配色 这三个是印象最深刻的三个作品吧 一个是这个作品 它有一种画在牛皮纸上的一个神秘骨骼的感觉 而且还发着光 而且它这个画风是非常洒脱的 所以非常的有感染力 这一幅的配色 你看较于之前的这些 比如说明亮的也好 同色系配色也好 或者是这种很稳妥的路线 相对来说呢 它这个颜色配色都是比较特别的 你很少会看到有人画画用这样子的配色 对吧 而这个它好像把一几两栋建筑 画成了一种微缩的模型 可能跟它个人的画风是有关系的 这个也是大家最后投票选出来做到了这个丝巾里面嘛 第四节课跟大家分享了比较高阶一点的色彩搭配的方法 这里也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俄罗斯画家的作品 它的作品水彩感很重 它基本上不用勾线 大部分都是这种晕染的背景 而且它的色感特别的棒 它也有很多撞色的作品 这期我们画的是查理大乔 因为它是有很多建筑在一个画面当中的 所以第一个演示我用到的是速写的方法 用到了那个钢笔加上淡彩 来快速的描绘这个风景 然后之后跟大家演示了一下 就是我模仿那个俄罗斯画家的画风 给大家演示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在没有线条的情况下 然后大部分的晕染 大面积的撞色 这个怎么样去画 欣赏一下同学们的作品 有的用到的是它照片里面原本的一个配色 有的尝试了单一色配色 有的尝试了有自己风格的一个配色 包括这个也是非常漂亮 它有一种朦胧的印象派油画的一种感觉 那还有这种 它的画面虽然有一点过暗 但是你能看出来 很多同学他敢于去尝试新的风格 很多同学他敢于去大胆的进行配色 之后就是罗斯红厂的这个教堂 它是一个彩色的建筑 像这种建筑啊它是有很多很多颜色的 第一感觉好像是要把所有色块都一五一十的照着画出来 所以像我之前其实这个是一个半成品 那我是按照一个比较拘谨的一个手法画的 就是它颜色在什么地方我就画什么颜色 然后要一点一点的去填满它 但是这个画了一半我就放弃了 因为像这种彩色的东西怎么样去表现呢 我们可以就是省略掉一些 比如说我们子画它比较精彩的这些屋顶 或者是像这个建筑的身体部分 其实可以做一些虚画 包括后面的这种泼墨的一个画法 你依然能看出来它就是这个建筑 它可以在旅行途中可以画得非常的快 而且它就是非常艺术化的 它感染力非常的强 给人的视觉冲击比较大 那收上来的作品呢 我也是想要特别的表扬这个同学 就是它的线条非常的狂野 然后它的这个配色呢 也不像是我的这样子这么鲜艳 这么梦幻 而是用了一个比较做旧的颜色 它的这个作品很有大师感 那我这里指的大师感 我认为是就很多画水彩的大师 其实他们很早就已经可以画得很完美 很写实 他们的后期就是在玩颜色 玩线条 他就是自己在玩艺术 他早就过了要向外人去展示他能够画得有多像的那个阶段了 到后期他就是我自己在体验艺术 自己在随心所欲的去创作 其实当然这种要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你还是能看到很多同学他们都放不开 就依然还是有这种偶像包袱 就是认为自己一定要画得像画得好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因为第五堂课表扬了线条很洒脱的同学 所以很多同学就问 那我很想要去练习那种很放松的那种线条 我有什么诀窍吗 所以第六节课我就为大家解决了一些关于勾线的一些迷思 比如说勾线是在水彩里面是必要的吗 勾线的作用是什么呢 线条应该画在哪里呢 什么叫线条的虚实 虚实要怎么画 后面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连续线画法 乱线的一些画法 比如说有八字线 圆圈线 几字线 等等各种形状的 他们的一种构成 然后用了一些图片来给大家举例 还有怎么样通过线条的密度和颜色的深浅去表现立体感 不同粗细的线条会有什么差别 你怎么样去选择在一幅画中用什么样粗细的线条 我在课程里给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眼睛的创作过程 你怎么样去用杂乱松散的线条去表现出眼睛的立体感 同时在做这个练习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放松你的手腕 那当然这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练习 在另外一个教学视频中就演示了这个不间断的 一直连续的把这个线条勾出来了 像这种线条就非常的适合做一些做旧的建筑 比如说它这个雕像年代已久了 上面本身就是斑驳的 后来像这种东南亚建筑的颜色 也是给大家大概提了一下 后来同学们自己选择的一些建筑啊 他们交上来作业 色调啊什么的都非常漂亮 其实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两个作品就是非常的工整 非常漂亮 但它的颜色呢就是比较写实的 那相反呢这种艺术化处理过的颜色 咱们远看啊 因为近看它还是有一些些的不足 但是至少它的线条是很放松的 但是颜色是值得表扬的 他用了这种对比色 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很强 一边冷一边暖 还有当大家的手腕都经过练习放松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画出来的东西是多么的灵活 就不再是那种死板的 我们看中间的这个 这个作品就是后来选到了我的丝巾里面嘛 它的这个线条非常的灵活 然后颜色也是 它中间的这一抹红啊 给整个画点睛的一笔 还有这个作品这个佛像的作品 就是当你的线条也好 颜色也好 放松了以后 没有想说去画一个特别完美的东西的时候 反而有些时候出来一些很随机的效果 它就是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有大视感 这种作品就是特别的精看 你看久了也不会觉得说 啊就无聊了 或者是厌烦了这样 那在之后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了一个中式建筑的画法 我演示了这两幅作品的一个过程 右边的这个作品主要是想要教大家怎么样去把 大红大绿的这些颜色调得很稳重 不会像现代的仿古建筑那样塑料感很重 那左边的这个主要是用一个很快速的 也是一个钢笔的抖线的画法 教大家怎么样快速的去记录风景 那大家的作业都是各有千秋 有这种运用中国水墨画的手法画出来的作品 也有这种很朦胧的大面积晕染的手法 也有用到了之前教的乱线来画 大家慢慢的找到了写意水彩的感觉 那最后一节课我是画了一个古风的作品 这个是用主要是用到了水彩的扩散还有撒盐 然后因为其他的建筑都没有教到像水面要怎么样去画 所以这个作品里面我就教了大家水怎么样去画 然后因为是最后的一次作品 所以我就让大家开放性命题 自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那大家出来的作品也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有一些同学用古风的感觉去画了日式的建筑 各有各的配色风格 我觉得同学们的收获都是蛮大的 我这个课程现在里面呢有20个视频 不仅仅有我教课的视频 还有点评之前学生的视频 但现在只能观看回放了 是没有点评的 但因为我最近比较空闲 所以现在购买坑城同学 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团链群 那大家可以一起挑选你们想画的建筑 同样每期团链我都会选出一到两幅优秀的作品 当然就不包括以前已经获过奖的同学了 给得奖者作为奖品 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视频的收费很便宜 所以没有一对一的点评 只有每一期参加团链的同学 我会选出一些很有亮点 很优秀的作品 来给大家直播视频研究分析一下 如果想要参与这个课程和团链的同学呢 可以直接扫着用二维码去购买我的课程 那购买之后我会在课程里面通知 看是圣诞节还是新年前后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期团链 你们直接购买课程就好 到时候我会直接在课程群里面进行通知 那之后我也会开一些很入门级的零基础的班 大家可以等一下后续消息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